下面我们来说说童年照 老话说出来混迟早还是要还的 别以为现在45度仰望天空随意的自拍 外加上各种修图工具 拍出的美照就能够抹杀掉不堪回首的童年照 图片上这组照片是不是让你有熟悉感 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搞笑童年照呢 其实每个设施不深任人摆住的小孩 几乎都有这么一两张奇奇怪怪 不忍回首的童年照 网友晒说的这些童年照片 虽然是各不相同 但是归纳归纳 差不多是走三个路线的 一 皇家范 戏曲风 这一类的照片占据了绝对的主流 都是古装路线 其中以皇帝和格格造型最为突出 比如这位皇帝的装束极具代表性 黄袍加身甚至在手 眉毛中间还有一颗大家都储过的小红点 而这位皇帝非常牛气 虽然黄袍大了 拖在地上 却有横批 正就是这样的汉子 还有很多比这位汉子皇帝更牛的 本尘格格您喜欢吗 眉毛不浓 全靠画 小平头发型就暂时没有办法 可本格格还有点困了 眼神不太好 来几位眼神好的格格 有没有看出点小燕子的可能性呢 这类照片中也有很多扮戏曲人物的 生淡静莫丑 可以凑上一台戏 宝哥哥林妹妹有很多位 这位时尚的宝哥哥还用心良苦的遮住了背影卡拉OK的字样 这个小蛋绝的凤冠明显和头不成比例 张公子的背景上还有罗马柱和高楼大厦 真是一片良辰美景奈何天呀 二 神仙下凡 八仙过海 走这个路线的照片也绝对是当时的流行 各路神仙可以上演一出八仙过海 这位何仙姑乍一看很有观音的范儿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互动版吧 上面有个洞把脸凑过去拍照的 在今天也很流行 这位何仙姑的扮相很不错 不过下次要记住 请不要在手上讨麻袋 还有PK哪吒的 引斗版拍摄和实景版拍摄 您更喜欢哪一张呢 三国际路线 当年成年人世界里的时尚是什么呢 从孩子们的照片里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张半裤的夹克装应该比较经典 还有就是军装风格的 学女明星小路相间的 除了这些 还有大合影的 艺人分饰多角的 用今天的话说 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低调奢华有内涵 奔放洋气有深度 简约时尚国际范 还有网友评价 可爱乡村非主流 时尚靓丽小清新 敢晒出来的都是赤裸裸的汉子 这些不堪回首的童年照 您是否有一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赤裸裸的汉子 其中选择